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是什么人 撤 怎么每次见你 你都是被人追着逃命的 你每次来的也很及时 刚才那些是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 但看样子不是顿后门的人 我会调查清楚的 今天我不在府中 刚得到你的消息 我就赶过来了 先去如一轩吧 你就是个废物 说 她是怎么逃跑的 回殿下 那女子武功极高 但最主要的是 有人出来救了她 谁 当时光线太暗 但样子 像是永平君 永平君 永平君 他 怎么 他 你们可发现这个女人的住处 在槐树下 多拍些人手 这个女人不能留 殿下 照我的话去做 是 等等 我跟你们一起去 殿下 你明天就要成亲了 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呀 小姐 殿下她来信了 她要进有剑斧了 这下长儿 就是板上钉钉的长子了 拜见王后 以前不知道 是你受了委屈 以后进了宫 就好好服侍大王 谨遵义旨 既然资质蠢笨 身体又差 不如先记在那个宫女名下吧 那是我爹吗 我要努力 我要当世子 还要继承 访着大业 等我坐上王位的时候 我就不想再会不认我 都过二十年了 小姐 你的心 真的狠大 你师父的事情 我会让水泄的人调查清楚 你且放心 多谢了 今日这么晚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不过是些 琐碎的小事而已 对于你来说 除了任何事情都这么骄傲 怎么 你不喜欢 我喜不喜欢 有这么重要吗 好了 我让店家 准备了一些下酒菜 我帮你尝案 你陪我吃饭 你干什么 抓虫子 你干什么 抓虫子 怎么出了这么多汗 喝酒喝的 脉搏跳得这么快 不会生病了吧 可又不是 酒可活血 这才几杯酒啊 就这样 没事吧 确实有点醉了 我先走了 怎么奇奇怪怪的 那我自己喝 我肯定是喝多了 不然我怎么会觉得他 坏笑的样子 居然 有点好看 又来 这里 对 这里可是大英王经啊 各位可是好大的担子 敢在城内动手 居然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 但是我不想跟你们玩 走吧 不好意思 不要怕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 不好意思 吓到你了吧 今天也不知道得罪谁了 差点连累了你 你不认识我了 我们之前见过的 看样子是有些面熟 你是 你是 还是没想起来 不好意思 我有事先走了 你不认识我 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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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骗本殿 那人出现在这里 应该是为了隐藏自己得病的事情 找人来杀我的 要是我一个人 定也不会怕的 但如今师父让我照顾他们 还是不要惹事的好 冀州皇朝欲归还玄疾令一事 你们都知道了 今天叫你们来 就是要议一下 陛下欲在帝都举办六合宴 诸位觉得 姑应该派谁去 比较合适啊 大王 陈以为这次应该派大殿下去 大殿下乃是三位殿下中的长者 代表大雍 理所当然 陈以为应是三殿下 大殿下虽是长兄 但不是嫡子 二殿下是嫡子 但身体不佳 长途奔波 恐影响二殿下健康 相较之下 三殿下最为合适 封局 你可愿替姑 去一趟地经啊 儿臣遵旨 王后娘娘 三殿下来了 让她进来 母后万福金安 母后 今日为何要让王相提议 让儿臣去往地经啊 你这几次做的蠢事 你父王虽然没有怪责于你 但心里面 自然也对你有所失望 你且出去走走 雍今的事 自然有本宫在 可是母后 马上就是新科科举了 正是儿臣的大好时机啊 今年的科举 恐怕不是好时机 拜见殿下 免礼 凤家主这次来 是为了科举之事 什么事都逃不过殿下的眼睛 今日 我去拜会了裴友说 裴大学士 凤家果然根基深厚 就连从不参与朝堂之争的裴友说 都是你凤家的人 裴大学士与家父是顾教 七五也是裴大人的学生 此次前去 老师给了七五一份名单 还望殿下过目 这三人都是老师看中的举子 老师说 他们无论从才学 人品 还是家事上 都是最好的人选 如今殿下已经为君 在朝堂之上 势必 会需要更多的自己人 这名单上 似乎少了一个人的名字 凤世英 涉地本就是凤家人 自然也是殿下的人 这三人殿下若有需要 老师自会前去与他们说清楚 有老师出面 这些人 也会是殿下的人 有劳凤家主了 卫君而谋 是七五的荣幸 那七五先告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